为了减少老鼠危害 特别是防止老鼠可能传播和他病毒 基隆市环保局编列相关预算 购买黏鼠板以及老鼠药等等 引起基隆市议员的关心 多数议员支持保留预算 但是要求把灭鼠改为防鼠比较重要 同时不用黏鼠板 并且逐年检用老鼠药 避免没有灭鼠 反而先伤到老鹰等其他动物 来保护黑猿老鹰以及其他动物生态 那政策研究上也提出说 其实基本上 政府不能如果一直补助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民众的滥用率会很高 那再来是说这个大量的药剂投下去 对老鼠族群的影响并没有很大 因为它其实很快就回复了 所以之前也跟局长讨论过 那再来是说 因为老鼠族群影响不会很大 但它会影响到的是更多的生物累积 包含就是说黑猿 包含人体也有可能 这会不会成为环境毒 那这件事情也是很多县市在注重的议题 那我们本是有黑猿这样的珍贵的资源 所以我这边的话是一直在要求说 而且也提案说 我们不应该是补助去购买鼠药 而是用宣导防鼠的这个概念 那我们这两笔预算都还是以滅鼠为主 所以我这边具体的提议 是说希望说在这个 灭鼠毒耳药剂跟黏鼠板的这部分 首先要先删除到黏鼠板的这件事情 这个预算上不可以再写黏鼠板 因为黏鼠板会有就是动物福利的问题 会黏到很多其他的动物 斟酌看看看要怎样的来修正 或者是就是不要再购买黏鼠板的 因为那真的是蛮令人害怕的东西 而且真的不只是沾黏到老鼠 还有其他的动物 那是真的是有危害的问题 我想你提供一个比较能宣导 让我们一般市民知道 如何去防鼠 在一个所谓的生活环境里 如何去避免鼠被可以生存的 一个空间的一个宣导 机动室环保局长赖焕宏大讯师表示 环保局愿意承诺 每年减少购买老鼠药 从灭鼠改为加强宣导防鼠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逐年 比如我们这次先剥一半 剥一半来试看看 就是让各公所 让所有的家户能够习惯 不要说都自用所谓的灭鼠的方式 而忘记说我们来防鼠 那另外一半当作是环保局的库存 如果有所谓的和他病毒 所谓的鼠疫的发生的时候 可以紧急投入 机动室议会审查会主席 庄隆青则认为 不用年鼠版并且逐年减少购买老鼠药 加强宣导防治老鼠是正确的方向 说明栏的部分 灭鼠改防鼠 那那个年鼠版的这个三个字删除 那这个预算的部分 是不是我们今年就请环保局 针对整个防鼠相关的这个工作 是不是做一个初步的检讨 那在这个明年度的预算 我希望说不要说打九折打八折 这起码打八折 那一方面我们着量的减少 这一方面的经费 那一方面可能环保局要多做先导 让民众来了解 这个鼠药不是唯一防止这个老鼠的 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作为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